我们要再度的让各位的观念更清楚一点 那这个观念清楚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公式很简单 F'MA 那你为什么还可能会做错 因为你对它不够了解 不懂它的意思 F'MA什么是F什么是M什么是A F指的是外力的合力 它如果受到了十个力 这十个力的合力就是我的F 如果它受到五个力 你只算其中三个力 那它就不是合力 那它出来的这个A就不会是它真正的加速度 只是这些力的贡献而已 所以你必须要带出你的合力的F 才会是它真正表现出来的加速度 后面要讲这个事情 那什么是 就是受力物体的质量 老师跟你讲过 第一个问题问自己三件事 第一件叫谁受力 就是那个谁 现在这个题目你问的是谁 这个谁 然后它的质量多少 就是你的M 然后那个谁到底受了哪些力 合力多少 就是你的F 就是你的F 合力是多少 就是你的F 然后才会出现你的A 那个A就是你真正量得到测到的加速度 你真的可以去算 可以去量的加速度 就是你的A 就是你那个A 就是你那个A 好 所以F的M 力的问题三步骤 E 谁受力 那个谁 就是你的质量 就是你的M 受哪些力 找到力 然后问合力 合力多少 就是你的F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你量得到测到真正表现出来的加速度 就是你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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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FF的意思 所以有一个质量5公斤的东西施力石牛盾之后加速度不一定是2 为什么不一定是2 因为那个石牛盾可能不是外力的合力 它可能还有摩擦力或者其他人 在理论上你看题目 题目就会有一些凝视或暗示你说我有别的力量作用 比如说像这一题 我有一个东西在这里 我受到一个力量3牛盾 受到力量4牛盾 这两个力量互相垂直 问你说我的加速度有多少 那就是要所谓的求合力 求合力 好 F的M F叫做外力的合力 M叫做受力质量 这里就是这个球受力嘛 这个球 所以质量就是5公斤没有问题 受力有2个 1个3 1个4 然后互相垂直 那互相垂直怎么求合力还记得吗 你呢 你讲三角形法也可以啦 讲平行四面角也可以啦 或者直接带极 我叫做必施定理嘛 必施定理 OK 所以我们说M受力质量 这就是刚刚讲过的 好来 合力要必施定理 5牛盾 一边三一边是5牛盾 所以外力的合力是5牛盾 实量就是5啊 他告诉我的5啊 所以带进去 受力是5牛盾 质量是5公斤 就可以求出A多大 A就是1 就是我们的做法 就可以求出来 我们的加速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我们的加速度呢 是1 所以答案就选C 在这里的 这一题的重点就告诉你 你要求那个力的合力 F是外力的合力 OK 可以吗 以上 OK 可以 是